又到了山海氣象的時間 明天天氣是如何呢 我們來請教氣象主播宜江 宜江請說 不管晴天雨天原是氣象在你身邊 歡迎來到山海氣象的時間 大家晚安 我是宜江 來到本週第二個上半日了 今天封面遠離 但是受到後頭殘留的水氣影響 各地的天氣還是非常的不穩定 而接著到下午5點為止 雨下的最多的地方是在花蓮的萬榮地區 來到超過38.5毫米 不過好在時間到了現在 這個晚上雨勢都已經趨緩下來了 但是怕冷的朋友們要特別注意保暖了 因為隨著東北風南下 北台灣一整天都不超過20度 而看到今天的最低溫 是來到了16.3度的低溫 地點是在北海岸的新北瑞芳一帶 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目前由北到南到了晚上之後 溫度都會明顯的下降 而至於未來的天氣變化 首先就透過衛星雨土一塊了解 那麼目前東半部的土石還是不穩定的 提醒族人朋友們 山區跟平地往返還是得要注意安全了 那麼從衛星雨土上可以看到 先前影響我們的這道封面已經逐漸的遠離 但是受到東北風增強加上 東半部地區還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降雨 而至於溫度部分 接著來看到下一張的圖卡了 那麼說到溫度 我們知道現在來到了4月份了 其實南下的冷空氣的強度是不強的 主要這個冷空氣會局限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而越往南走呢這個影響是越來越小 因此這樣滿北溫差的情況會比較大 所以提醒往來的朋友們務必要留意了 不過以明天來說呢 隨著東北風減弱 加上這個偏東風吹起來之後呢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高溫是有機會回升到23度以上 那麼中部以南地區呢 高溫還是相當暖和 有機會來到30度 但是到了清晨跟夜晚呢 各地低溫都是在20度上下 如果有找出完歸的話 還是要務必要加件小外套避免著涼感冒了 至於部落裡頭跟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 獅子牡丹滿洲 低溫19度 高溫來到29度 泰武來義春日 低溫18度 高溫來到31度 三地門 舞台馬甲 低溫15度 高溫來到30度 有7成的降雨機會 高雄、桃園、納馬下 茂林 最低溫降到了11度 高溫來到28度 加以阿里山 11度到27度 有6成的降雨機會 南投的原鄉地區 最低溫在仁愛 只有7度高溫來到26度 台中和平 11度到25度 是多雲的天氣 苗栗南庄 是坦泰安 最低溫 13度 高溫來到25度 新竹 關西間 15峰 低溫10度 高溫來到24度 是多雲的天氣 新北烏來桃園復興 低溫15度 高溫都來到了20度以上 宜蘭大同南澳 低溫14度 高溫來到23度 有7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華領新城 華領時期安 低溫18度 高溫來到24度 有3成的降雨機會 首領及萬榮地區 也是要留意 有雨 低溫14度 高溫來到24度 首峰峰冰 低溫16度 高溫來到24度 鳳林光復及瑞 最有4成的降雨機會 低溫16度 高溫來到24度 灼溪 玉里 副里 高溫在23到24度之間 台東長冰成功東河 低溫19度 高溫來到26度 池上觀山海端岩坪 低溫15度 高溫來到24度 有3成的降雨機會 陸野台東是北南 低溫18度 高溫來到26度 南迴地區 低溫15度 在京峰 高溫來到27度 有4成以上的降雨機會 蘭嶼地區 氣溫落在22到27度之間 最後來到外島 蓮江金門澎湖 低溫16度 高溫來到25度 最後為大家統整明天的天氣重點 明天開始 隨著大環境水氣減弱 各地的天氣 一天會比一天更好 尤其中南部地區 是多雲都有晴的天氣 但是要特別注意高溫悶熱 外出活動 記得要多多補充水分 而至於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要等到禮拜四之後 才有穩定天氣 不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仍然會有一波降溫 所以提醒早期出門的深朋友們 記得注意保暖工作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分析 提供給大家參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